謝謝各位的記者先生 今天的記者會 因為我們今天來訴求的有三件 第一件就是因為 我們所有的被害人 房子都被中華避震事務所的 支還代書 拿去購戶 購完戶設定拿去地下錢裝借錢 那尾款迟迟都不還 然後都是每一個案件都是審資還 那找的房子都找那些 沒有貸款的房子 還有我們訴求的就是說 這個 還有訴求的有三點 這個 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成員 他一下子在一個小時前 這個張香瑤律師裡面的助理也可以一個 一個小時前可以到蘋果日報爆料說他是中華避震事務所的員工 一個小時以後又跑去調節為士林調節委員會內服裡面 當調節人員 裝成律師 這個一個人他跟張香瑤的里面的助理可以一個人扮演很多角色 其實這個他是一個詐騙集團的成員 那後來的共犯他又昨天跟我line的時候又在說他是蘋果日報 烏龍爆料 所以他們都是謙言謙言謙話連篇 還有一點就是說 一點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被害人 認為我們黃德松檢察官 對於這個案件 犯得太遲返了 所以因為他們 受害人這麼多 通通通是 都對我們檢調的腳步太緩慢了 很失望 對檢調很非常失望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開記者會 我們來陳述我們的心聲 我等一下可以一一來告訴我們的記者先生 我們今天受害人這麼多 通通通是 審思環把他們拿去購付的 結果都是人頭戶 拿去購付 錢拿去地下銜裝借錢 然後呢 他們就在玩手段 玩手段就是 诶 詐騙這個 詐騙的手法 然後 玩弄施法 就告訴給檢察官認為他們是有誠意在 調解 那其事實上都遙遙無期 調解的人員也是詐騙集團的 裡面的成員 那我都要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司法的公正在哪裡 還有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 張湘瑤 律師事務所的助理 一下子又可以來當 扮演這個角色太多的角色 我們 很懷疑 是不是 連 中華地震事務所 是不是你 張律師 開的 你共同開的 所以我們 很質疑 如果這樣子 如果說 無法無天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是完蛋的 對對對 就這樣 好 好 谢谢大家